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乃sir 上級教室 我是乃sir 是早期2003年 棋院的創辦人 也是院長有多年的上級教學經驗 也是多屆香港團體賽的 冠軍隊成員 也是多屆全港單人賽的 前四名和前八名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是 《青天九三之路》 歡迎大家來到乃sir 今天繼續為大家講解 《青天九三之路》 這盆棋是抓到第七盆 這盆棋開始有點上級 對方開個8.7的出底盆 很少見的 這盆棋在家裡 我先回開兵 對方上馬 開居 走到正上 出戰 我選了正馬 2-3在這裡 有少少問題 最初一被炮射射 陣營 他擺放了火風炮 金鈴炮 的形式 我炮二進二 就封住了 逆居 冰七進一 這艘棋 一邊壓扯 空間 不少 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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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艘兵七進一 我手棋 我手棋會把其人勒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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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七進八 取了外馬 那其人相對反昇 他炮七進一 這部棋是絕對有問題 他應該升潑頭 他也是一隻白狗三 讓我一隻砲二盡三封住他 直居之後他的指力就變得激怨 還有一手就是七盡一過兵 這裡就指著馬華 變相很輕鬆地擋自 他採用一居換箱的形式去捉 他也有些投資 但是他這樣觸發會造成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會通過簡法的棋 和他解決我自己的條款 那隻馬跳出去 現在變相他是小半子 這份棋會比較做得辛苦 他升了我的頭火後飛 我進去將軍 再入馬 其實這手機是陰著他 這手機可能需要走炮三退一 或者炮三退一 這個馬八進出就準備居殺士 那盤警就已經大局一點 對方的走法是有一定的問題 所以這個選擇就不太好 出體炮都沒有 那個觸法都是可以用的 那唯獨是他應該爭取自己的空間 那譬如是應該上荒頭居 就起兵了這兩個棋 那令到盤警就比較黑棋會比較激 那可惜對方沒有走到 那一個馬八進 就是他變了就捉得比較一限制的棋的話 那盤警發展下去就會很辛苦 那譬如說各方擺一翼的棋 那個對公性會比較低 那對方說你得不好 就讓我比較輕鬆贏一盤 那這盤就是九三的第七盤 那還有幾盤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盤 那如果喜歡的話 就Subscribe我的視頻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收看 還有支持 乃sir 象棋教室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視頻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影片 歡迎大家留言 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 這個呢 會幫到我知道 要製作哪一類型的影片 下次再見